大家好,我是Hidy 一夜放一杯,一夜拍完,一夜說話 千萬不要NG 光致你 Hello,大家好,Hidy Hello 你一夜過去 我一夜拍一條很歡欣的影片 我在Instagram收集了一些真心話大冒險 然後用來喝酒的問題 但我發現大部份都是關於我們的Q&A 不關係的,我們都照答 如果問題是不合對方心意 我們會照喝酒的 這裏就是半杯 我想喝完沒問題 沒問題 其實本身我是一個喝酒很豪爽的人 在酒吧會滿場飛 色途不色的人我都會喝 那這位先生你是哪類型的飲酒人士呢? 我要玩遊戲 贏到我才肯喝 不是輸了才喝嗎? 你贏會喝的? 贏到我才肯喝 OKOK 妻妹了 Anyway,我們現在就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如果有時間 我就自己去玩一些真心話大冒險的事情 第一條問題 有沒有精神上出過鬼? 沒有啊 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 對,你整天都出鬼 我什麼時候有啊? 有啊!你經常跟我們做夢 對,對 對,我做夢就是在跟你一起 我經常問你跟誰在一起 總之不是你 我問誰 沒有樣子的 不是啦 不過我最近很喜歡女神降臨的車人友 你知道嗎?他真的很英俊 哇,很厲害啊! 但是呢? 車人友比你更英俊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車大員我也認識 誰是車大員? 我也是野蠻女友的那個 你知道什麼年代嗎? 我都沒有啊! 雖然我IG追蹤很多女生 哈哈哈哈哈哈 他這個人IG追蹤了很多大波妹 是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分享給我 哈哈哈哈 然後之後 啊!這條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老了之後你會想誰先離開? 你先離開吧 那就對了!我也想我先離開吧 我也知道 哈哈哈哈 原因是什麼? 沒有什麼都不能換的 蛤? 我跟你的答案是有... 有點不同的 那你喝吧 哈哈哈哈 沒有,那你... 因為我也挺OK的 我自己一個人在家 是吧? 沒有空上網 又看你IG 哈哈哈哈 又看回整個問題 80歲都會看大波妹 哈哈哈哈 都是的 哈哈哈哈 是啊,我也是回答我先離開吧 是 因為我覺得呢 你經常想世界末日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呢 我覺得 他平時都是因為想我開心而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如果是我先離開的話 他可以尋找自己的快樂 哈哈哈 你離開了我就很開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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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酒吧 哈哈哈哈 我們Roll了幾十二分鐘 我們喝完了整瓶酒了 哈哈哈哈 大家不用擔心 究竟這條片會變成醉酒片呢? 是應該不會的 放心,我醉酒 好像一條春卷一樣睡覺 如果我喝醉了 我是會跟枕頭說 我以後不敢喝那麼多酒 哈哈哈哈 好,喜歡對方看外表還是內涵 為了他的尊嚴,我就說外表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半半的 我都知道我漂亮的了 哈哈哈哈 但insideok 哈哈 outsideok outsideok 哈哈 答了 很膚淺的 外表一定會看的 對呀 我也覺得 對呀 大家眼睛都是先看外表的 嗯 嗯 我現在還是很漂亮 OK 哈哈哈哈 如果有小朋友 親老婆 或者親老公 還是寶寶 當然是寶寶 對呀,應該都是親寶寶的 對呀 不要緊 大人這些自愛 對呀 喝吧 哈哈 喝一口吧 我們沒有酒了 我們 又要開別的酒了 如果太生了,應該是親寶寶的 哦 這條不得了啊 我覺得 怎麼了 有外語會不會讓對方知道 當然不會啦 對呀 哈哈哈哈 喂 我今天約了第三隻 逛街了 哈哈哈哈 今天追上身體了 哈哈 這個 當然是不會啦 我覺得 會不會有外語是一件事 但是有外語 一定不會讓對方知道 對吧 和男朋友如何保持新鮮感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沒有新鮮感的 對呀 但是我們每一天都會很開心地過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就是我會不停說笑話 然後上網看到什麼好笑我都會分享給他 然後這位先生 大家在鏡頭面前都越來越發現到他幽默的一面 所以我們兩個是歡樂組代表 這個我也想知道 有沒有懷疑過對方出櫃 都沒有啊 蛤?你沒有? 有嗎? 當時我玩tinder的時候 我啊 很多年前 那你不是懷疑我出櫃嗎 因為當年我玩tinder 是想要認識朋友 然後 這個真的是人生最奪的事 我認識了他的同事 我想他是找朋友聊天 我是跟對方說我有男朋友 我真的純粹想聊天 但怎知認識了他的同事 然後他生氣到神經病 然後我又怕到神經病 那很正常的 Tinder不是那些 那些 認識朋友的app 就是認識朋友 我都沒想到認識什麼朋友 我是悶的 然後我就沒有玩過了 但是 我沒有懷疑過他出櫃 對 就算失蹤了很久 我多數都是睡覺了 真的 我真的 他是唯一 我這麼久以來 唯一一個男朋友 是我從來 沒有想過 我聯絡不到他的時候 我擔心他跟另一個女生一起 我覺得安全感真的很重要 有沒有一刻想過 靈魅新歡 我有 我先喝 好了 有沒有 都沒什麼 第二年我生日的時候 我現在想起已經想哭了 之後是 黃昏的時候 這位先生問我 你今晚 即我生日正日 他問我 你今晚想吃什麼 那一刻真的想著 難道我這輩子生日 都沒有人會跟我慶祝什麼 之後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找一個新的男朋友 所以 那一刻 是我最想 令 尋新歡 的時候 好了 我原諒你 最生氣的一件事 我想不到 最生氣 通常 就是我生氣 然後就是他生氣我生氣 這件事 對 雖然這些通常是女生才會發生 如果我最生氣的事 健健也很生氣 相處貼士 這個沒有貼士 我覺得每一對情侶是不一樣的相處方法 真的相處貼士是我覺得用最舒服的相處方法 記得不要委曲求全 要做最舒服的自己 然後對方都會覺得跟你相處舒服是最開心的 大家再磨合 做完自己 真心話 將來生完仔 又肥又養衰 會不會嫌棄 這個我真的覺得他不會的 一個人不會嫌棄的 但我會檢查一下 是不是我生的 不是的 不是說兒子又肥又養衰 是說我生完之後有病 原來是說你 你是不是追 不是 我真的一路得到 是不是嫌棄過兒子 不是 不是 剛才的問題是否回答了我們 也是 焦點兒子 之後我不會理你 怎麼說呢 曾經我已經很噁心 所以 這位先生都沒有嫌棄過我 我覺得 如果生完仔之後 應該都不會 但是 我不想要生孩子 我不會因為 生完仔之後又肥又養衰 我只會 無緣無故又肥又養衰 如果有人給你一千萬 去做代表 那當然要做吧 對啊 我也是這樣 我不會嫌棄你 放心有一千萬 不是吧 有沒有覺得 拍久了 沒有了新鮮感和激情 然後努力想找回 沒有我覺得 激情是 拍拖頭三個月而已 之後通常都沒有 三個月而已 太多了吧 即是 如果是配合的話 我想無論多少時間都好 你們都會相處得開心和舒服 是最重要的 我不會被驚訝 我知道 如果我有一天打電話給你 就是幫我殺了人 這樣 那有沒有驚訝 都沒有啊 我認識你那時候都是這樣的 對啊 都沒有啊 你還瘦了 跟我認識你那時候 我又肥了20磅 真的嗎 是啊 對啊 你最欣賞對方的什麼 我覺得最欣賞的是 他真的 很真心 想我開心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很失望你沒有貪圖 我的外表 什麼 我只是說內在外表 都 沒有啊 你經常都很開心 蛤 你沒有欣賞我其他東西的嗎 你不要嚇唬 OK啦 你跟別人相處不錯 我給A grade OK啦 我給A grade 什麼時候會求婚 就現在 你跟我還是 我願意 對 我做 我做 多養幾隻小狗 或者一肚子 好了 我們終於完成了Q&A的部分 現在 進行真心畫大冒險了 其中一個觀眾 我也覺得他的題目是不錯的 在Contact List那裡 找異性跟他表白 好吧 我就喝了 我一定不用喝了 因為我Contact List 我有多少異性我都不清楚 我是一個屬於不安全電話的人 我是屬於一個 很多男性朋友的人 如果我現在找這個朋友跟他說一句 很想念你 然後心心 我相信我的男性朋友 和他老婆 都不會介意的 你喝吧 這麼少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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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我做事的同事跟我說過 是他的理想型 但是我 誰啊? 很久之前的 那你喝吧 過什麼事? 中了大哥 那接著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準備問題 OK啊沒問題啊 我們來吧 你來什麼呢?小姐 在鏡頭前 跳 How you like that? 我不會跳 不要緊 我播 那算了我喝 我偶像包服的 不好意思 除了我之外 你最喜歡哪個異性? 出人憂 喝吧 如果是你認識的 真的不說明星 沒有 真的沒有 那我也沒有 真的沒有 屬於那些 異性喜歡我 但我會拒絕那些人 你看著鏡頭說一遍? 屬於 如果我和你 做了朋友 你的反應是怎樣? 沒所謂 沒所謂 沒所謂? 沒所謂嗎? 你不介意和他做朋友 我也不介意 你有沒有 你的異性朋友 說過喜歡你呢? 當然有啦 要你離開我呢? 什麼? 就是在你知道 我是你男朋友的情況下 叫你離開我呢? 沒有 我也沒有 就是說我不夠好 叫你做他小三 不會啦 我的朋友都覺得你好好 那好吧 那我真的好好的 那我真的好好的 1 2 3 好啦 今天大家回答 大家的問題都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星期六的十二點和星期日的三點 星期六的三點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yo 我們今天去了行山 坐下午睡著 是不是沒有顏色 你們遲緩不夠多 大家不要這麼囉嗦 ем Kansas 聲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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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во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